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厅级官员投敌者更是高达上百人 下面小编就将其中级别较高的十人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汪精卫 汪兆明 汪精卫 广东藩愚人 1883年出生 1924年至1927年曾任国民政府主席 1938年12月投敌时 担任国民党副总裁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等职 1944年在日本病逝 2.陈公博 陈公博 广东南海人 1892年出生 1939年投敌当汉奸时 担任国民政府时业部部长 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通谋敌国队枪毙 3.周佛海展开全文周佛海 沃西村人 1897年出生 1938年9月投敌时 担任国民政府委员长 是从事副主任 宣传部部长 1947年以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队判处无息徒刑 1948年并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4.处民意 处民意 自重刑 浙江省湖州市人 1884年出生 1939年投敌前 担任行政院秘书长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毙 5.陈群陈群 自忍赫 福建长青县同房镇人 1890年出生 1939年投敌前 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政务次长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45年8月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畏罪自杀 6.曾姓曾景 女 福建福州人 1882年出生 1939年投敌时 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副女部部长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不知所踪 7.曾仲明 曾仲明 福建敏县人 1896年出生 曾景之地 1938年12月投敌时 担任国民党铁道部副长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9年3月21日被 国民政府特工人员刺杀于越南河内 8.吴开仙 吴开仙 自杀人 1899年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县风京镇纪和弄 1939年投敌时 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国民政府出面证实 吴开仙系奉命投敌执行任务 仍然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 随蒋介石败逃台湾 1990年在台北去世 9.许修直 许修直 原名拙然 自兮兮 晚号百见世主 人 1881年出生 1939年投敌前 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 抗战胜利后 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1954年在北京去世 10.妙斌 江苏省民政厅厅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 妙斌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 判处死刑 1946年5月21日 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被枪决 除以上识人外 抗日战争期间 投敌当汉奸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还有 陈碧军中央监察委员和 是珍安徽省民政厅厅长 后部中央执行委员 陈中复青岛市市长 恩克巴图中央监察委员 顾中宣中央监察委员 浦洞 后部中央监察委员等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